您各位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来北京植物园寻访的这个墓园 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尼大王王熙彤的墓园 王熙彤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史业家 赫赫有名的水泥大王 他的原籍是河南卫会 查找王熙彤资料的时候 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 就是在河南卫会的后边 还刻意的交代了一下是城官人 不知道这编辑是什么意思 在这还一定得显示一下 这水泥大王的城镇户口 再来呢,王熙彤他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字 姓王,明熙彤,字小听 这个字虽然好听 不过要是放在德云社 他就不值钱了 这岳云彭的徒弟才是小子科呢 得了,咱们别闲聊了 咱们进这个实业家的墓园看看去吧 一进墓园,在步道的正中 您就会发现一个宝顶 实际上这并不是王熙彤本人的墓 这座墓主人是王熙彤的儿子和儿媳 排落后边的才是王熙彤的墓 这里是一个单独的院落 出来这里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有疑惑 为什么最早葬在这里的水泥大王王熙彤 他的墓不在步道的正中呢 我实地勘察了一下地情 一下子也就明白了 因为我发现这个墓是先建的 院墙是后人来的 最初王熙彤建墓的时候 那一定这条步道才是整座墓地的中轴线 穿过远寝门的牌楼 您就能看到王熙彤夫妇的合葬墓 王熙彤墓作为有特点的 就得数这两块墓阶了 通常我们认为树立的为石碑 横立的为石阶 这两块墓阶上堪刻的是两段墓志明 一块呢是王熙彤本人 另一块上边刻的是 王熙彤的发妻 赵氏夫人的墓志明 墓阶上不但碑纹工整清秀 浅浮雕的装饰石刻 也是非常的精美 墓阶的四周 用简地评萨的手法 雕刻有佛像 供养人 力士等等 不知道为什么这水泥大王家的后辈子孙 觉得自己家这块坟地 它不够藏风 不但用水泥垒起了一道靠墙 而且在这堵靠墙以后 还用土堆起了一座靠山 这就是人为的改变风水 让自己家的这个坟营 更藏风大气 更以子孙 王小厅先生有着传奇的一生 自幼便勤奋好学 在县士 府士 院士当中 都是前三甲的好成绩 年轻时投身教育 曾经办过私学 私学的名字叫经正书舍 王熙彤和袁世凯都是河南人 在前清的时候 两人惺惺相惜 王熙彤曾经为袁世凯做过幕僚 后来的袁相成算是混整了 成了民国的大总统 也算是对得起故交 他有意让王熙彤出任河南都督一职 当时的王小厅先生 已经看出了民国政治的黑暗 所以决定弃政从商 实业报国 也就是这个决定成就了民国水泥大王 王熙彤 现在我们称呼着王熙彤先生为水泥大王 实际上在民国时期 大家都称呼他为杨徽大王 咱们就用一句话 简单的介绍一下杨徽和土灰有什么不同 这杨徽就是水泥 加水搅拌成浆以后啊 能把这个沙石等建筑材料结交在一起 土灰呢就是白灰和沙石土混合后 夯石也是非常坚固 但是在施工难度和这坚固程度上啊 都不及水泥 我是走到哪 故事就给您讲到哪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呢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 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